却未探索讯还记得,2015年10月31日那天吗?一颗巨大的骷髅头在万圣节前夕突然出现在人类地球附近,以仅有48万公里的距离俯视着人类,像科学家不寒而栗,虽然比地月距离38.4万公里远那么一点点,但是它却成为了一颗存在潜在威胁地球的小星球。 尽管2015年10月底被科学家发现后默默地离开地球消失不见,但它那古怪的人类骷髅脸形状,却让整个天文界一片沸腾,让所有见过它的人都记忆深刻。 当然我的记忆也很深刻,由于它在2015年万圣节前夕被发现,因此被命名为2015TB145,虽然它只是一颗直径,约位600米的小彗星,但它的错号是有史以来最多的,死亡彗星,万圣节小行星,大南瓜,骷髅行星,甚至还有人直接呼它骷髅头, 让人慢慢没有想到的是,这颗离去了三年的巨大骷髅头会在今天再次出现,它现在正以每小时数万公里的速度接近地球。 假巧的是巨大骷髅头将在今年11月11日抵达地球的最近距离点3800万公里。 虽然这次的距离实在有点远,但能够以每月距离的失败观赏地球中国人在双11那天疯狂的抢购商品也是一大快事。 在已是贝利月的距离欣赏完中国隆重的双11后它又将离去。 根据科学家对巨大骷髅头路径计算结果显示,70年之内它将不再太足地球,要来也要再次等到2088年的万圣节。 那时它将以800万公里距离再次跟地球相会,也许是因为它在怀念被科学家发现的日子,因此再次选择了70年后的万圣节。 那么接下来很多天文学家及天文爱好者们都开始着手准备望远镜了,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,能再次观赏到这个巨大的骷髅头星球实属难得,不知道还会不会等到下次。 更有趣科学探索内容请关注唯一的,有趣探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